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 今天最大的新闻是李克强来到了河南省视察 河南省7月21号 河南省鹤壁市发生的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 紧接着这里就发生了洪灾 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经济损失也非常的惊人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不仅是发生了洪灾 而且还在7月21号的晚上 发生了变压器爆炸的事故等等 也就是生命财产损失非常的严重 7月28号晚上 有一些水库分红 造成什么呢 老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更严重 特别是什么呢 叫王庄镇 所有的居民最后都撤离了 7月29号河南 鹤乡 鹤壁 军县七个镇的村民都被紧急转移了 那么这次这个事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这个李克强才闪闪来吃 今天看到现场李克强是戴着口罩 带领着一半人 这后边的人戴着口罩看不清楚 应该是最起码这个河南省委书记 习近平的嫡系 这个楼阳升肯定是紧随其后了 那么来到这个村庄啊 看一户人家 那个人家这个指着墙上的一条线 也就是水线呢 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家里很多东西还在清理啊 这个大了一根绳子 晾菜那些被洪水啊 这个侵报过的那些衣物 书记等等吧 现场非常混乱的 一看这个生活非常的艰难贫困啊 你就是没有洪水的话 你看他有房子 哪是人住的房子 这个老百姓看穿那个服装吧 就真是这个可怜啊 你看这情况就想到 中共还竟然要 王仪还要答应这个 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 要重建阿富汗 你就想一想吧 真是无耻啊 自己的国家的老百姓 就穷到这种程度 受灾严重的这种程度 还去考虑啊 这个舍近秋远 还去扯这些没用的事啊 但有什么办法的 权力都在习近平手里啊 尤其是河南省县的这个 这个省委书记 楼阳生啊 那是听习近平的 他不听雷克强了啊 李克强 说不定早就想到这个河南来看一看 他对河南是很有感情的 1998年6月 这个李克强曾经担任河南省省长啊 长达这个七年 你想想 那时候 李克强提出中原崛起 你翻翻以前的媒体的报道 尽管有一些虚夸的地方啊 同样是一党执政嘛 肯定这个宣传是水分很大呀 但他毕竟在那个期间 这个河南是产量大省的 而且当时还搞了这个城镇化的介绍啊 他的经济总量要具全省 全国第五位啊 具中西部省份之首啊 这个李克强在那干的还是不错的 那现在你说一看现在这个情况 真是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嘛 这个时过境迁往事如烟了 现在是在习近平的伟大领袖 习近平领导下了 给这个整个国家整的这样了啊 国际舞台上是没有一个朋友啊 这个和美国也闹翻了 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 也全都汇过光了 这边又天灾 啊 平反 平法呀 这个安全事故不断地出现啊 老百姓的民怨沸腾啊 你就看李克强这次在现场这个情况吧 你就知道这个气氛又多么凝重 不仅是洪水刚刚是退去 而且又来了什么 又来了疫情啊 所以还戴着口罩 在室外戴口罩就表明什么 怕吧 是吧 这些政府应该承认 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 都是表现是最差的啊 最懦弱的啊 这个最不负责任的 最官僚主义的啊 最这个遭到国际社会摒弃的这么一 一个一阶半子啊 以习近平带头来 李克强最起码还到这个灾区来看一看 虽然晚了一些啊 但是毕竟来了 习近平到现在还在猪耳论道啊 说是还在吹牛皮是吧 还在讲什么高质量发展 你看河南这个现场的情况 你这连吃饭都吃不上 是不是啊 你看李克强在这个 这个田地里啊 万要这个拉了 捏了一把那个庄稼 这个庄稼已经彻底完蛋了 不是庄稼完蛋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土地的这个污染 你想这个洪水冲过以后 里面的死猫烂狗的 是个尸体烂七八糟的 还有有害金属 都流到那个土壤里去了 怎么能够装酱 怎么能够生长 所以李克强讲要把粮食保住啊 粮食不能少啊 可是你不能少 这是肯定今天要欠收的 产量大省 河南省肯定将来搞不好 这个肯定是欠产啊 可能有的这个地块啊 可能就颗类无首啊 老百姓怎么办 就李克强一讲啊 这个农民呢 就靠这个种的粮食 你看这个家穷到什么程度 你想一想 他怎么生活啊 李克强当然也承诺了 说是一个一天给多少钱 一天给120人民币啊 你说他家多少人啊 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另外这120人民币 能不能保住 保住多久 当地这个贪官无力 从中做不做梗 挪不挪用 有没有这个 这个贪战的问题啊 这都存在问题啊 那个发多久 李克强说 一直发到 你们有能力自救啊 为止 这是他一个空头的承诺 你想从国务院到这个 乡村啊 到一家一户 这个距离有多远 中间能经过多少官僚体制 一层一层 省 四 啊 谢 乡 震 你就往下看吧 那些贪官无力都个不个的 是吧 如果他们管老百姓的话 怎么会受灾这么严重啊 因为什么你这个大坝分红啊 是不是啊 你水库分红 你是不是先要预警 先给群众转移以后 你才能 你才能这个 放水啊 是不是啊 另外你 他这个根据报道 这个贺币市 2021 7月21号 14点15分 就发出暴雨 红色预警信号之后 这个老百姓 是什么时候撤离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还有一些路段 这个路灯都 实行了人工断电 断电之前 要做什么 是不是啊 先把老百姓安置好啊 根本没有这个情况啊 因为你看 这个以前这个发生地震的时候 那第一时间人家 温家宝就 那瘦小的身影就出现在第一线 你看现在这些 这些当官的 是吧 在习近平 到现在位子 你看在哪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 他站在偷拍了 是不是啊 天津大爆炸 他也是很长一次也不露面 这个刘延东去了 副总理刘延东去 还是也是晚了几天 李克强也是后来去的 武汉肺炎 习近平是躲了好几个月 第一个带上大口罩了 小组长也不要了 然后等到人家治理差不多少了 四万多离物人员全压上去 基本上给人控制住以后 又开始去表演了 这个等等等等 李克强当时武汉肺炎症时 李克强也是第一次见 有表现 但是什么是到青海 你说你武汉发生了肺炎 你跑到新海去忽悠什么 说就看出这些政府 就是说源源不如人家呼吻那个时代 这个老百姓就是非常失望 也看不起啊 所以李克强这一次来河南 洪在志宏区 看受灾的群众 一个是晚了一些 另外一些现在也是无济于事的 你说该死的很多人都死掉了 你说死掉了就是人 现在用该死的词不对 就是已经死掉了 老百姓生命无法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忽悠有什么用 应该是洪在一发生以后 马上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 直飞河南 一个是以前自己在干过七年 情况熟 另外一个老百姓在危难的时候 最需要领导人 哪怕人家去仿照人家温家宝 在第一线喊两嗓子 是不是啊 做出的姿态 哪怕作秀也做在这个点子上也行 你说现在到这个地步了才跑来看 而且李习近平到现在一点动情都没有 更是这个坐耳论道 整天这个新华社 人民日报都在这吹牛皮 给他塑造成了伟大领袖 实际上他早就应该辞职了 他犯下了这个滔天罪行 不仅是中国人民蒙受了这个灾难 而且是全世界变成了人力病毒共同体了 但是你想谁能限制他的权利啊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提拔了一大批啊 这个敌系 这些人为了维护他 把这吹捧成了伟大的领袖了啊 说不定这个李克强是不是 善善来迟 就是因为必须他同意才来过来表演 这也说不定啊 你看今天李克强到了河南这个消息 中国政府网报道啊 疯狂网报道 但是新华社到现在还没披露呢 为什么要先突出习近平台 等突出完了差不多了 才能留出的小空间给李克强啊 他说到现在新华社没报道 你就看这个情景 就是这个政府腐败堕落 就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狂逛到一种什么程度 做什么事 完全是这个官本 就看官大小啊 都要突出这个所谓伟大领袖这个习近平啊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对外来讲是 这个战争即将来临 美国大弄啊 追责所赔在所难免了 病毒来源马上就要出笼了 美国肯定放不过 那么从对内来讲呢 社会矛盾的尖锐啊 党内的权斗激烈啊 你看李克强来了他也不敢讲追责的事儿 一点一句话也没有干净 不敢讲 是不是啊 只能这个象征性的支支点点 做些空头承诺而已啊 尤其这个简短的视频 大家仔细看还有小情节 有一个人不知是什么材料 还厚啊 大概有那么几十份打印的材料递过来 被一个人手给他推到一边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基层官员的这个这个材料 上报材料还是上访材料 还是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审批的材料 然后被一个人的手推到一边啊 因为这个拍摄这个路路线的画面不完整啊 就有这么小细节 你就看这个这个李克强目前现在也是陷入这个困局啊 我们不清楚到底他在 他这个权力运作是怎么运作的 是不是他下去到这些重点地区视察的时候 还得需要政治局最大的领导习近平恩准 他才能行动啊 现在也不清楚 或许是他自己本身善善来吃 或者去上机限制他 这都很难讲啊 因为太突出李克强了 那习近平脸上没面了是吧 你看那个新华社为什么现在还不报道 要等呢 我估计大概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吧 是吧 才能这个象征性的 把李克强这个看望河南 智洪区秀在群众这个事啊 抱一抱 那么李克强自己主管下的 国务院的网站啊 不管这一套提前就发表了 你就可以看着 他们两个自己还是存在了一些这个矛盾和分歧啊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种政治体制就这样啊 这个最高领导人啊 手里控制了一切 人力物力财力啊 他想钱怎么花就怎么花 他给阿富汗你也没有办法 是不是 他完全不顾自己老百姓的这个死活 李克强也是跟班的啊 你看这个形势是多么的令人感到这个遗憾和难过啊 活生生的看着中国 你想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 一夜间全部崩塌了 这个天灾人祸都来了 你就看着这个实在是多么灵着的悲哀啊 那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